人老了,为什么尽量不要出去旅游? 三个原因告诉你答案 人老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多起来 然而出去旅游要慎重,除非符合去旅游的条件 否则要尽可能规避去旅游,盲目去旅游,终将会付出代价 一、容易水土不服 老年人适应能力会相对年轻的时候降低 倘若出去旅游,更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即使没有出现病症,身体的机能也有可能会紊乱 我的邻居自从退休后尝试过一次旅游 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旅过游 我听他说过,上次旅游他就在当地感觉不舒服 即使去医院也没有查出病症,等到回到家 没过两三天,身体不舒服就消失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去越远的地方旅游,需要越长时间适应 到头来能不能适应还是未知数,因此尽量不要旅游 二、年纪越大越会加大发生意外的概率 上了年纪,即使在家里面行走也需要小心翼翼 熟悉的环境照样需要防止磕磕碰碰 更不用说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旅游 在不熟悉的地方,万一发生意外,周边连熟人都没有 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报道 有一个老人由家人陪同去很远的地方旅行 结果身体突然感觉不适 虽然送去了医院,但是没有抢救过来 由于转运遗体的费用高昂,只能在当地料理后市 年纪大了,不能逞能的时候就不要逞能 在家附近转转就比较好 充其量去近郊游玩 哪怕出现始料未及的意外 不至于连落叶归根都成为奢望 三、消耗晚年的经济实力 老了以后就会发现花钱的地方变多了 挣钱的地方变少了,因此要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旅游就是生活额外的开支 只要动身,随时随地都需要花钱 无论是住宾馆,还是去吃饭 都是一笔又一笔开支 我的朋友父母特别爱旅游 一年到头很少在家里面 虽然我朋友的父母有收入来源 但是远远不够旅游的开支 我的朋友不得不经常接济父母 现如今,我朋友怕就怕他的父母 现在或者未来突然遇见花大钱的地方 到时候就会一筹莫展 在年轻的时候需要适当节俭 上了年纪更需要延续优良的生活作风 除去生活必要的开支以外 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与此同时 能多存钱就要多存钱 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过多旅游方面的开支 势必会动摇晚年的经济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